明书记第五章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 是他们出到营外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于以色列人 无论男女 若犯了常犯的罪 一致干犯耶和华 那人就有了罪 他要承认说犯的罪 将说亏负的人如数偿还 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也归于说亏负的人 那人若没有亲属 可受所赔还的 那所赔还的 就要归服于服侍耶和华的祭祀 至于那为他赎罪的供养 是在外 以色列人 一切的圣物中 所奉给祭祀 举祭都归于祭祀 个人 所分别为圣的物 无论是什么 都要归给祭祀 祭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帮助 外,有人遇你行人,祭司叫妇人发咒其事,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杜甫发杖,使你在你民中被人咒诅,成了事与,并且这至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要叫你的杜甫发杖大腿消瘦。 妇人要回答说,阿门,阿门,祭司要写这咒诅的话,将说写的字抹在苦水里,又叫妇人喝着之咒诅的苦水,这水若进入他里面,便苦了,祭司要从妇人的手中取纳遗恨的素迹,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放到坛前,又要从素迹中取一把,作为这事的纪念,烧在坛上,然后叫妇人喝这水。 叫她喝了以后,她若被点误,得罪了丈夫,这至咒诅的水,必进入她里面,便苦了,她的肚腑就要发胀,她的大腿就要消瘦,那妇人便要在她民中被人咒诅。 若妇人没有被添误,却是清洁的,就要免受这灾,且要怀孕。 妻子背着丈夫行了误会的事,或是人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的妻,就有这遗恨的条例, 那时,她要叫妇人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在她身上照这条例而行,男人就为无罪,妇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